我叫韦子健 今年24岁 出生于广州 然后现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 然后从2016年开始 跟韦丹文教授一直学习到现在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比赛 它影响力非常大 它是世界上综合类比赛最棒的几个之一 像扎克斯基 还有ARD 还有伊丽莎白等 我觉得他们是可以并列一样好的 像我们第一轮是以线上的形式 40分钟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 然后你可以挑一首选的现代派曲子 所以我选了一个布莱克的闪电 当进到半决赛的时候 又是60到75分钟比较长时间的一个 像个人音乐会一样的比赛 还有我第一次参加有重奏的这样子的一个比赛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挑战性 我也非常享受来这里比赛的这个过程 我从来没有写过或者是参与过这样的项目 因为这是非常个人的非常独特的 所以我觉得对钢琴家也好 或者是对我这种比赛的选手也好 绝对是一个第一次这么难忘的一件事情 我非常喜欢我的两个寄宿家庭的成员 他们都对我非常好 然后第一天就见面就拥抱 然后请我喝他们的啤酒 红酒 然后我们聊天也非常愉快 他们听我的音乐会 就是路易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听着每次都流下了眼泪 然后克莱尔是一个 就是一个慈祥的老奶奶 然后什么事情都会询问我一下 每天也会含蓄问暖的 这是我第一次进这样的国际大赛的决赛 所以我很开心能够与这种顶级乐团的合作 还有就是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办方 我就希望是通过这次比赛 能够让世界的人看到我的演奏 然后能够喜欢上我的演奏 或者说也可以提出我的不足 然后希望未来有更多的音乐节 或者是乐团能够邀请我 能够去他们那边演出 想通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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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购